美濟菜音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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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llo大家好 歡迎來到Serina的廚房 今天想要和大家分享的 又是一道關於蛋的料理 蛋搭配好多的食材都很美味呢 今天就搭配豆腐試一下吧 煎蛋裹豆腐 其实如果想要使用最简便的食材制作 也可以不要调味 只用豆腐和鸡蛋哦 这里介绍的是我个人推荐的调味搭配 木棉豆腐的软硬度用来香煎很合适 制作前用热水浸泡一下 可以去除豆腥味 还会让豆腐不容易碎 在浸泡的时候来准备鸡蛋的部分 均匀打散 加入牛奶 稍微搅一下 再加入海盐 以及黑胡椒 再次搅拌均匀 放在一旁等豆腐浸泡好 然后再来切一小段葱 建议使用靠近葱白的那边 葱味会比较浓哦 豆腐泡好之后用厨房纸 吸掉多余的水分 这时候的豆腐就算想要拿起来也不容易碎了 记得用锋利一点的刀子切 我的刀子不够锋利了 所以切的时候就没有那么顺滑哦 切成均匀的厚片就可以了 尽可能大小均匀才会好看哦 那么一切就绪 准备好煎豆腐啦 任意平底锅就可以 先用中高火稍稍热一下锅子 加入适量的玉米油 不用担心放多 将豆腐一片片在蛋液里裹一圈 直接放入锅子 用中小火煎 先不要动 等看见底部定型 变成金黄色 再确认是否可以翻面 翻到另一面 如果觉得蛋液裹得不够 也可以反复裹几次 直到均匀 豆腐两面成金黄色就完成啦 趁热摆个盘 拿出之前准备好的葱花 以及自己喜欢的蘸酱 我选择的是柚子酱油 可以按自己的喜好搭配 像是甜酱油 醋 酸甜酱 或者辣椒酱 都是很不错的选择哦 试试看用筷子夹一块豆腐 几颗葱花 再淋上酱汁 趁着豆腐还肉呼呼时 一口吃掉 是超级美味的吃法哦 这次食谱里用到的盐非常少 黑胡椒也是少量 去除单心味就好 原因是为了突出油煎之后 豆腐和鸡蛋的香味 淡淡的口味 最能突出食物本身的香气了 姜葱花和蘸酱 作为在享用时才加入的选择 提高了整道料理的多变性 可以吃到不同搭配的味道 是不是有一种 吃小零食的惊喜感呢 当然这样香煎过后的豆腐 还可以直接做成茄汁版的哦 也很美味呢 以后有机会我也会来分享做法 那么这期就到这里啦 希望你们喜欢这次的分享 可以的话请帮我按个喜欢和订阅哦 也可以开启小铃铛 获得最新影片提醒 我们下期再见 谢谢支持